哈喽各位小伙伴你们好 我是老神人看我最新收到的Canky的按摩仪 这个按摩仪呢它是个肩颈按摩仪 包装盒呢还是蛮简约的 但是它里面的按摩仪本体 颜值倒是蛮高的 谁让给头条的小伙伴争取了舞台免费送 直接留言 我们会在一周后开讲 记得看我们的发布时间 这个按摩仪呢 它做工还真心不错 价格也才100多好便宜啊 像便宜的眼部按摩仪呢 我真的是不敢用 但是肩颈按摩仪就还好 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就是会低头玩手机 像我就经常会低头玩很久的手机 肩部呢就会又酸又痛 那有一个按摩仪 它能放松我的肌肉 最好再带个热敷 我觉得也就够用了 现在大家看一下这个按摩仪 这个按摩仪呢 内部是采用了轻敷材质 然后做了防滑的处理 韧性呢也是超大的 这样你佩戴的过程呢 就会比较舒适 内部这里呢 有两个360度浮动的电极片 这个片呢 它的弹性比较适中了 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力道 也不会很硬抵着你 充电口在这里 而且是太不sell 这个成本会比较高 内部这个呢 是一块700mAh的电池 如果你每天使用15分钟的话呢 它可以用8天 那它呢还有一点我会比较喜欢 大家看它的按键呢 都是在侧面 而且开机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语音操控 这样的话呢 你戴在脖子上 根本不需要就是 想着我到底要按什么键 只要通过语音 就可以做一个非常正确的指引 它呢有五大模式 可以模拟四种按摩手法 分别有敲打 刮痧 针灸 还有推拿模式 那当你开机的时候呢 它会默认选择自动组合模式 那因为这个按摩椅呢 它两边都是硅胶材质 所以戴上去的舒适度 还是蛮好的 冬天的话也不会冷 但是电极片呢 它直接戴上去 就会有点冰冰凉 但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按摩椅呢 它有两档温度 可以就进行热敷的 一档呢是38度 接近人的人体体温 它会有点温温热 还有一档呢是42度 这样的话呢 热敷起来就会比较舒服 但是一定要提醒一下 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刚开机 千万不要像这样子 两只手去触碰它这个电极片 因为冬天皮肤会干燥 你这样触摸的话 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没有感觉 另外一种呢 它会刺刺麻麻 处处的感觉会受不了 但是戴在脖子上 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了 下面呢 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款按摩椅 我先把头发扎起来 那像按摩椅这种东西呢 我经常就会 买了之后不怎么用它嘛 因为我是新鲜镜一过去之后 就真的是很容易闲置 所以我觉得不用买一个特别贵的 要靠谱才行 这个按摩椅呢 戴上去的感觉还是比较松松的 像如果我想比较舒服的话 我可能是需要拉拉这两边 然后让它电极片呢 更贴着我的脖子 然后这样的话呢 可能会比较累 但是也更安全一点 那下面呢 我们就直接开始使用它一个模式 然后因为第一档呢 是自动组合模式 我们就直接从敲打模式开始体验 然后敲打模式的话呢 现在应该是一档 我试一下 强度2 对 我感觉还是不是很有感觉 我们可以试试加一下 强度3 我觉得12 强度13 13应该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 它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我刚刚拿它来试了一下 它最高呢 是16档 大概13档的时候 我就已经接受不了了 适中的档呢 是6到10档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验来试一下就好了 但是还建议就是 像这种干燥的天 如果你抹点润肤露去使用会更舒服 哇 它这个热肤的42度 还真心蛮舒服的 就放上去就感觉 会有那种一直持续热肤的感觉 然后我们换一个模式 刮沙模式 刮沙 对 刮沙就感觉好像是电流一点一点 就是不像刚刚是啪啪的冲击感 它现在就是比较顺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捏着两边了 刚刚我体验了一圈 我发现它不同的模式的确有不同的感觉 但秋冬天的话最好还涂点润肤露 这样的话就可以逼扁 就是有刺刺的感觉 然后现在呢 有按了一段时间 我发现其实根本不需要一直用手按着 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你比较舒适的一个档位 然后就让它挂在你的脖子上 一直会有持续的力道传过来 而且这个42度的热肤 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按摩仪呢 它其实按摩的不仅仅是你的表皮 因为它有个低频脉冲技术 可以放松你生成的肌肉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关闭掉 厂家说这款按摩仪 它的成本还是蛮高的 就是卖100多 成本就100啊 我估计不光是无聊成本 应该还有仓储和无聊的成本 大家怎么觉得呢 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哇它这个热肤感觉还是蛮舒服的